先請衛生署長 請衛生署長 委員好 署長好 今天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問你 另一個問題是問老伯 現在最熱門的問題 是所謂的反核 但是呢 就衛生署所管的 就廢結核 也是反核 那這個反核呢 好像最近啊 出現了一個漏洞 這個反核的漏洞呢 就是啊 我請問一下 在我們入境的時候啊 在很多的機場 我們都是不是設有 這種疾病管制局 在那邊都設有櫃台 有沒有 那這種反核 如果沒有好好把關 是不是如果境外移入一些廢結核的人 就會造成了一些國內的這種 廢結核的這種傳播 啊 我要請問一下 我們的疾病管制局 在各個機場 港口的值班的情況是怎麼樣 好 那個我想這裡 他們對這個 第一個都有天表 那第二個呢 當然也有做其他的那個篩檢 那是不是請我們CDC的人力方面怎麼配置 好 那疾病管制局來補充說明有關這個機場監測的一個部分 那目前在國內的一個機場裡面 大概都有一個檢疫的人員來監測 那這個監測是24小時監測啦 那如果說遇到有有外來的旅客 有症狀發生的時候呢 就會請他填一些相關的一些產病通報表 然後我們會做相關的處置 那如果說有需要後送到相關的醫院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檢疫人員也會聯絡相關的醫院來做必要的一些護送的一些行為 好這個是非常重要啊 但是我要問一個專業問題就是說 這種櫃檯是不是要一定有人站在那個地方 譬如說有旅客入境的時候 是不是一定要有人站在那個地方 還是就可以放空城 不需要有人在那個地方 讓境外的旅客啊自由出路 一定會有工作人員在裡面做監測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旅客有需要協助的時候 我們會提供必要的協助 好 我為什麼會質詢這個問題啊 就是啊 這前天前這幾天啊 有一個非常負責任的一個旅客啊 告訴我 說在松山機場的櫃檯啊 3點3月20號晚上7點40分的時候 他入境櫃檯空無一人 因為他櫃檯空無一人 他覺得說 這樣來做這種 入境的這種傳染性疾病或者是什麼樣這種啊 進來的時候沒有人檢疫 造成了他內心的一個非常大的惶恐 而且覺得不可思議啊 我不知道 戴署長啊 就是戴局長嘛啊 也是我剛才聽到介紹 我不知道你對於這樣的看法你覺得怎麼樣 呃 跟委員報告 呃上個禮拜這個案子 事實上我們有做過調查 確實是在那一段 那個五分鐘的時段 確實是呃 沒有檢疫人員在場 那我們有調查過 那一段時間通過旅客大概有多少 大概是五個人啦 那那五個人大概都沒有症狀 不過我想最重要的是說 呃 當時為什麼有五分鐘的空窗期 那我們今天我們了解是知道說 因為之前剛好有一個有症狀的旅客 需要做進一步的一個處理 所以呢 他們就把那個呃 呃呃 呃 就是離開那個檢疫的一個位置 然後做進一步的處理 所以出現一個短暫五分鐘的一個呃空窗期 那我想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會做一個檢討改進 好 這個我相信啊 只有五分鐘的時間 啊 也相信呢 因為去處理一個 比較特殊的案例 可能要有親自去那邊做 但是基本上這也顯示出來 當有人啊 這個離開的時候沒有一個 呃 被位的人來來來做處置的時候 那恐怕也產生一個這種反核上的漏洞啊 啊 那這個也是牽涉到這個 核安問題啊 我們的這個核安問題也是在衛生署也是牽涉到的啊 好 那麼就把這個問題把它凸顯出來啊 給給你們來做參考 希望說各個這個港口還有這個機場的這種機管局裡面的人員啊 要堅守崗位啦 好 好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主席我們是不是請這個老法會的這個 對 郭副 郭副副副長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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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好 这个我当然也一直想要来了解一下 这个也是长期发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不管在工厂也好 或者是一些居家看护的 这个看护工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这个如果发生外籍劳工逃逸的时候 大概要等待多久时间 如果家庭练的话是六个月 现在厂工是要等到抓到或是出境才可以 两个不同的方式 意思就是说他那个缺就不补了 厂工的话是这样 那对于这种看护工呢 看护工是如果你在机场 那么雇主都还没有见面他就跑掉了 那个可以马上补 那到了雇主的工作的地方 然后跑掉的话是六个月之内 因为要留一段时间让我们的移民署去找人 这个长期以来我们不管在政策上或者在学理上 都把外籍劳工的逃跑 视为是可规则于雇主的责任 全部把责任往雇主推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长期以来从未有外籍劳工进来到现在 这个政策似乎都没有太多的调整 那顶多只是在这个机场那个部分稍微做一些微调 那我们为什么不从啊 很多的我相信很多的包括我们杨一群杨委员 过去也有亲身的经历 或者是很多的需要接受长期照顾的这些人 他们并不是说可规则于雇主的室友 导致外籍劳工逃跑的 我们也是把外籍劳工 国外逃跑外劳把它叫逃逸外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称来做转变 那理由有两个啦 一个就是说不要让这个什么逃逸外 逃跑外劳把它是污名化 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说逃逸外劳的理由非常的多 并不全然是因为雇主的因素 那基于这样子呢 因为啊六个月空窗期对于一个 需要照顾的这种人啊 真的是 如果做重症的啊 或者是这个植物人的 巴斯量表30以下的 像我们如果是像杨委员这样的 他真的是要照顾了啊 他说啊如果没有照顾的话 他根本是没有办法 他就是就就在家里面啊 他认为说就是当废人一个啦 他有人照顾他就有办法出来 为国家做事情 为社会做事情啊 我不知道 这个这个郭副主委啊 你觉得这种制度啊 有没有改革的必要 报员这个在过去其实就是一个改革的一个结果啦 过去大概也不是六个月 那么也是在我们这个委员会里面 很多委员大声疾呼之后啊 其实我们起了一个平衡点 好那我再问啊 如果雇主能够举证说这个不是我的责任啊 是因为这个外劳他因为个人的因素 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目标 或者追求情感的目标 或者是追求某些事情 导致他逃跑 这个雇主无关 他无辜的啊 我考虑的时候是觉得呃需要让警政单位或是移民署 他们有一段充分的时间 那么去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最大的顾虑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相关的管制的一个期间的话 可能外来人数会急剧的增加 这个是不是不是我们社会能够负担的的情况 我刚才咨询这个大家社会有公平啦 我也必须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这个咨询台上来咨询啊 我的看法 但是 政府啊 对于弃捕这种外劳 没有办法来把他逮捕归案啊 或者是啊 来了解他 他的原因 真正原因 却把这个原因做一个推论 说是雇主要负担责任啊 但政府从站在一个整体人化 人力规划的一个角度来来思考 就是说他担心了 外劳人数过多了 没有找到的时候 如果再找地补一个人 那个缺就变成两个啦 如果再跑掉再地补一个人 缺变成三个啦 这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啊 怕人数太多 但是呢 这种长照啊 我真的是觉得 必须要站在这种长照的 这种案组 或者是被照顾的 需求的这个雇主的角度 来思考 我们这样的问题啊 包含 有很多 我们说啊 一般在厂牢里面啊 厂工厂外劳 基本工资 当然可以找得到啊 你叫他拉到三万块钱 那很多缺工缺工 很多工业区讲缺工 拉到三万块钱 很多的 就不愿意拉到三万块钱 但是很多需要被照顾需求的 长照的人口 他们即便是拉到三万块钱 还是找不到 拉到四万块钱 有可能找不到 那这个问题呢 真的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 当然未来在整个长照 这个服务的 这个推动里面 我觉得 外籍劳工啊 来处理这种长照这一块 要更加的弹性啊 我对于外籍劳工 在工厂里面的外劳 或者是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的外劳 我主张是比较严格的 但是对于很多需要长照的 这个是要弹性 理由很简单 因为需要长照的 就没有经济能力了啦 吃老本了 不是老的 就是病的 就是贪的 那这些人呢 没有经济来源 就是 那你没有提供一个 一个合理 大概合法的一个劳动力 给他们的时候啊 那他们的生活会真的是 非常的辛苦 那这一次呢 我们知道3月12号啊 我们老委会这边也来 来做了一个 这个外展啊 这个外劳的 这个外展服务啊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所谓的 所谓终点外劳啊 不知道 副主委你们现在实施的结果 你们初步的规划是怎么样 初步的这个结果怎么样 我们事半期是三年啊 那么第一期可能会在 在新庄 事半期三年好像有点太久 我觉得一年啊 就可以了解结果了 大概不是三年才做评估 我们大概半年 大概就会滚动式的评估 所以会建立那个 整个机制出来 所以希望能够 能够早一点发现那些问题 然后有一个比较完备的 一个制度出来 但我知道你们这边有写到啊 这个这个外展服务啊 未来跟这个长照需求 来做结合 是结合在一起 三年的事半期间 我觉得太久了 我就能够把它缩短 一年了解问题啊 给予长照啊 更多的弹性的人力了啊 好谢谢 我们会尽快 谢谢 谢谢